半径的一个圆 不过这时候你会怎么变成这样 其实因为我这个地方往里面拉一点 有没有 其实它已经切出来 就是说再来它会需要给它一个数据就是什么呢 它的圆环的半径 因为它会这个地方动态会产生 所以我们不需要那么大 我们输入10就好了 10半径为10 Enter 这个圆环就做出来了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地方切 切的这两个线断的把它离止掉 那就完成了我们这个 这个切切半的一个模式 就是用那个圆环 如果说你想要用切切半的方式 那你可以给它 如果假如刚好是在两个切边上面的话 可以这样做 这个是圆环切切半的做法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继续在后面看 再来翻到后面 4-67 因为前面有练习过类似的 所以就跳过 那28也前面也练习过 所以这边也跳过 那再来的话 我们好像也练习到那个 4-29页这里 4-29页这里的话呢 顺便来讲一下 这个是五边的部分 还有就是顶部半径的部分 那这里我们顺便来讲一下 右脚椎的部分 这个等一下再来看 先把画面先还给各位 你们先试着把这个切切半 先画出来 好 好 谢谢 谢谢